你在看的是GIGABYTE PLUS學頻道 我們有一個系列就是專教掃角的變化 其實我會繼續更新的掃角方法 視乎我們玩了什麼歌 我們這次開了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講勾線的 專課你學勾線用的一個東西 很多時候無論初學也好 或者是你學中級也好 其實都很多勾線的方法可以學 第一樣我先當你0 我們第一節講一下當是0的時候 我們勾線會怎樣勾呢? 五隻手指 它叫T1234 4是很少用的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用 T123 先當T123 一般手指公我們會放在大概 上面頭六五四四這裡 就是手指公負責的 OK? 然後食指、中指、無名指 就放在1、2、3線上 OK? 通常我們按C chord的時候 通常我們第五線 就是我們的Bass line OK? C chord的Bass就是第五線 所以我手指公會放在第五線上 變成5、3、2、1 OK? 不如我按F的時候 OK? F的時候我不是Bass chord的時候 我們的Bass line就是第四線 OK? 然後Am就是5 然後Em就是6 OK? 怎樣知道什麼是Bass line? 你會看到在Cord上面 Cord譜上面 第六線會打個交叉 譬如你按D chord 它會在六五線也會打交叉 意思叫你不要彈 你看看最低音的是哪一條 OK? 所以通常我們會這樣擺 但是這個很簡單的理論 就是T321 就是5、3、2、1 1就是6、3、2、1 這個是最基本的方法 但如果 是不是一定要3、2、1線呢? 我可不可以5、4、3、2? 我可不可以6、4、3、2? OK 答案是可以的 全部都可以的 Bass line之後 你可以怎樣走得 所以這一個 是沒有一個特定的規限給你 例如剛才C chord 我可以5、4、3、2、1 我可以是5、4、3、2 也可以 分別就是聽在你自己喜歡哪個Feel OK? 例如這樣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玩法 雖然這是 最初你們要搞清楚的事情 T1、2、3 或者T3、2、1 這件事 是不是一定要3、2、1線呢? 是不是不可以4、3、2線呢? 不一定的 OK? 視乎你自己手的動作習慣不習慣 OK? 這個是第一個動作 然後第二 當我們做勾線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 經常都會犯錯的 最初我們會這樣 你們會用手腕 就是這樣 OK? 聽我的手指 你們這樣會 就是用手腕 一般來說 試一下是用手指 就是我力量是勾 好像彈琴一樣 只是彈 變成我不會動到手腕的動作 OK? 你看到我是 OK?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勾線的方法 那開頭我們先關掉這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 T3、2、1 T4、3、2 可以有不同的線 第二就是 勾線的時候 這隻手全部用手指 不要用手腕 OK? 第二節才開始說說更多不同的圖片 第二節才開始說更多不同的圖片 OK